各位影视新版图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 我们是SING 电子国风是你们的一个风格 是怎么样确定这个风格的呢 这个就有回答这个问题次数最多的蒋小姐 回答一下 其实为什么会确定这个风格 也是因为我们有一天我们就在一起开会 我们就觉得说就走之前的那些风格吧 好像不是说每个人都很合适 对因为可能像比如说我一直染头发 对之前我就是一直染头发 然后比如说韩系或者是日系的时候 就感觉好像并不是适合所有成员 因为大家也都是龙的传人 大家也都是龙的传人 然后所以就是觉得生头发 然后属于自己的一种风格才是最合适的嘛 然后我们就投票决定说那要不然我们就试走一下中国风呗 结果就一首季敏乐 对就被广大网友所关注所喜欢 然后我们就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就成团四年了哈 然后我们也是就是各自都已经成长和成熟了 如果面对一些粉丝一些不友好的一些质疑的话 你们有没有学着怎么样去应对呢 你不要这个时候了 你是遇到一些伤心事了吗 这么突然 其实我是一开始刚面对这样子的质疑的时候 其实我是挺过不去这个坎的 有蒙头在被子里哭过很长时间有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我发现自己就想开了 因为你站在不同的立场上面看的话 你有你的立场他有他的立场 并不一定说他说你不好就一定是他不对 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就一定是正确的 所以我觉得这只是立场问题而已 没有太大的关系 我不能强求人家非得要喜欢我 所以平时怎么样去调节自己呢 有没有一些减压的方法 大游戏 三三步聊聊天 自己给自己开导一下 对 我和这位就是大游 然后我们两个经常就是有一段时间 有一点迷茫的时候 然后我们两个就会晚上去散步 因为我就觉得在晚上就是在 在星空下 对 在月亮底下就是散步的话 我会心情会好一点 就是说也是我们两个一种自己去抗压 或者是说排解 对 排解的一种方式 因为我们会跟月亮姐姐说话 他们会觉得我们很奇怪 他们俩跟月亮姐姐说话就算了 还要发到群里说 我们今天跟月亮姐姐对话了 对 就是 就是属于每一个人不同的排解方式 对 因为一个偶像的成长 或者是一个团队的成长 真的是离不开粉丝对你们的支持 还有没有想对粉丝说的 我们是很多粉丝 是从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就陪着我们就一起相当于一起成长 然后粉丝也会为了我们 就是第一次去学习做很多事情 所以非常感谢粉丝的陪伴 然后我们未来也会继续加油的 那我总结一下吧 我觉得感恩 哈哈哈哈哈哈 那我就觉得说感恩吧 如果没有粉丝也没有我们今天 就是说一路以来谢谢粉丝对我们的陪伴和支持 大恩不言谢 感谢相遇